11月26号,2020年汉井集体婚礼在武汉举行 在欢快而浪漫的音乐声中 一对对身着锦拦制服的英俊小伙 手牵一身洁白婚纱的美丽新娘 在亲人和战友们的见证下喜结良缘 婚礼仪式上,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等 专门为武汉公安的新人们发来祝贺视频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慰 你们付出了自我牺牲了小家 今天优秀的你们找到了一起 我祝你们永结同心百年和好 新婚快乐 武汉公安的民警同志们,你们好 我是陈薇 感谢你们在这一年里的英勇无畏与心情付出 今天是你们大事的日子 我祝你们永结同心 年好和新婚幸福 成天秘密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的38对新人中 有曾一起在抗疫一线拼命的警衣夫妻 也有同在警营的双警夫妻 交警李光杰和医务人员杜兰 是一对警衣组合 疫情发生后 杜兰退掉火车票 投身新冠病毒标本的检测工作 李光杰则职守在方舱医院 李光杰说 疫情让他们更坚信 最好的爱不是朝夕不离 而是目光望向同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毕竟也算一起扛过墙 打过战 战的人 我们是一起战斗过的战友 对 今生今世 你都是我的女神 我会好好对你的 穿上这身警服 对着摄像机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能做到 有了你我就有了家 就有了安全感 你就是我的依靠 汪章坤和妻子杜敬怡的结合 让他们原本的三警之家 升格为武警之家 武汉男孩汪章坤的父母 都是从警多年的武汉公安民警 杜敬怡大学毕业参警 来到武汉市公安局 他的父亲在河南三门峡从警 在疫情的时候 他在外地回到了家 封城之后 他突然告诉我 他发烧 拉肚子 那个时候 我感觉我整个世界都暗下来了 后来索性是没有事 只是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 等他来了以后 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我的家 在以后的生活中 我也会尽力的 和我妻子一起 尽好身为汉警的一份责任 保护好在武汉的千千万万的人民 武汉市公安局政治部负责人介绍 举行集体婚礼 是市公安局党委 落实从优待警的具体体现 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年 近年来 全市公安民警辅警 在疫情防控 疫后重振 平安建设等各项工作中 忠诚屡职 英勇无畏 担当奉献 为增强广大民警和家属的荣誉感 自豪感 激励他们再立新功 市公安局党委专门举行了这次集体婚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